新冠肺炎的战役还没有停歇 政治势力就蠢蠢欲动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副首相拿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形容 对抗新冠病毒是全民战争 希望政党的党派暂停恶斗 全心全力关爱住民 另外他强调近来病例高企 在卫生部的意料之内 当局已经有所行动应对激增的患者 来到加强新冠的组屋区 伊斯曼沙比里挥手和待在家的民众打招呼 以副首相身份到访的他 除了视察管制区的情况 听取汇报还带来了不少援助物资 随后在记者会上 伊斯曼再度呼吁各造暂停政治动作 他说病毒不分种族 宗教或政治立场 这犹如是一场全民战争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将心力集中对抗病毒 帮助生计受冲击的人 他举例政府不分朝野 每个国会选区拨款30万令吉 帮助弱势群体 就是希望所有人超越党派 齐心配合抗议 对于近来病例暴增 伊斯曼重申 是因为当局在加强行管区 扩大筛检 卫生部早就预料病例会因此激增 随着各州迈入不同阶段的复苏状态 伊斯曼说政府将修订标准作业程序 确保不会出现各地不同调的作法 让民众混淆 伊斯曼 伊斯曼 伊斯曼